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加坡人也会选择在周日前来购买新鲜食材 新加坡顾客在购买食材时会注意什么呢 新加坡顾客来到这里 通常都是买鱼买菜 还有一点水果这样子 他们是追求品质 品质比较好 然后价钱高一点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新加坡顾客比较厉害 比较厉害 怎么说呢 他们我不知道要求很高 新鲜是没有什么 要便宜 他们很有善 他们很有善就对了 他们也不会想跟你熬价钱什么 他们就是要买美 要好吃 购买力比较强 他们买很多就对了 买百多块这样 每个礼拜来 他们就是要服务他们 帮他们送上车 有要拿美美的东西给他们 不美他们就不会了 下次不会来了 新币对马币的汇率强劲 国人越低消费 比起在本地显得更加宽裕 柔佛旅游业者认为 新加坡人前去新山消费 可能会让一些当地人觉得 这造成物价上涨 整个趋势来讲的话 是整个世界性 或者是马来西亚新加坡 也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 可是无形中 虽然是价格贵了 可是你的销量增加 所以感觉上还OK 能够 survive 就是说能够应付这个整个情况 五级英达 Bukit Inder 位于新山西部 离大市第二通道 距离大约三十分钟的车程 这里到处可以看见新加坡车牌 自第二通道于1998年开通以后 这里发展迅速 大型商场 餐馆和按摩院 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这里的按摩院颇受欢迎 王氏父子也在这里 经营了五年多的按摩生意 因为我看中这一代 会吸引很多新加坡人来 因为游客会比较多 当初我来这里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一间购物工厂 所以我就有信心地投资这一间 前线到现场采访的时候 发现顾客大多数是新加坡人 老板说 有时候一个星期 到这里的新加坡客 可以多达三百人 为他们带来四万令吉的营业额 其实就是讨一个新鲜吧 因为每次都在新加坡 过来这里走一走也不错 相对的当然说这里的服务 因为你付的价格比起来 比较好像比较便宜 所以你觉得服务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物有所知感觉上 据了解 新山一般的按摩院 一个小时的按摩收六十到八十令吉 相等于二十到三十元新币 在新加坡 一般比较普通的按摩服务 一小时也要四十新元左右 新山的按摩院 为了留住外地顾客 还不断改进服务 因为我们的价格都是属于比较 叫做让所有阶层的人士 都可以接受的 因为竞争嘛 竞争所以我们就要不停地进步 比如说可以吃一点东西 喝一点茶点 这些都是免费的 给我们的这些常客 或者VIP顾客 新山的商场也各出奇招吸引人们前去消费 KSL综合城距离物栏关卡大概二十分钟车程 这里有百货商场 酒店和公寓等 为了吸引新加坡顾客 有些商家还特地安排专车接送服务 从新加坡那边带动顾客 进来KSL这边逛了 可以在这边逛了 做头发还是做指甲 把everything 然后就把他们在这边带回去新加坡 新山城中方City Square 就在新山关卡毗邻 到这里实在方便 但是由于对新山的治安有所保留 一些新加坡人 还是不太敢过长低消费 为了让顾客安心 商场也加强保安戒备 例如提供保安人员 陪同女性顾客到停车场取车 广场内的停车场内 就是光亮度就被 光亮度已经是提高了 还有Lift Lobby方面 已经从以前的围墙 整修变成Glas Panel 除此之外 广场内的保安巡逻 一直都是在每个楼层 都有保安助手 尤其是停车场内的保安 每一层都会有保安 在不同的Point助手 入夜时分 新山灯火阑珊 新山的盛桃沙花园 一荡荡的路边小吃摊 一字排开 夜空下肉香扑鼻的鸡翅 倒地的炒果条 传统的手工面粉糕 让食乘客 饱尝在街边 吃好料的乐趣和情调 对一些老饕食客来说 哪里有好吃的 就会往哪里去 这间位于龙园的 阿明三楼干米粉 也让不少新加坡人 慕名而来 前线采访当天 遇到十来名新加坡食客 他们说 打完高尔夫球后 大伙决定来这里 享用晚餐 这边吃东西会便宜一点 这个料比较多 而且吃起来口味不一样 完全是不一样 新山中华总商会 署理会长刘国胜认为 新加坡人前去新山消费 寻求的是一种快捷的旅游经验 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是很靠近它 最方便的地方 你去印尼要坐船 你跑路又到了 你搭车又到了 所以就来到新山 你就只要找个护照 你要跑跑一下 人家会问你 你去哪里我去书巴路 你也就体验到你出国了 碳烤面包 特色咖啡厅 这些地方在新山的哪个街角 广告后告诉你 广告后告诉你 我去新山洛大队 我去旅行 有什么产品